德国的鲍尔坦克和美国的M1埃布拉姆斯 其实失出同门 从一战开始 德国就有世界上最为丰富和最先进的坦克制造经验 尤其是德国人的引擎和火炮 莱茵金属制造的火炮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独树一致 二战时期 德国著名鲍尸坦克的主炮 就是莱茵金属开发的 现在德国的鲍尔和美国的M1埃布拉姆斯 同样都是使用的莱茵金属的RH120滑糖炮 不仅如此 德国人在引擎制造方面也位于世界顶尖 特别是MPU 该公司的柴油发动机和涡轮引擎 在世界各地你都能看得见 比如韩国的K2主战坦克 就是用的MPU的柴油发动机 比如052级驱逐舰使用的也是德国人的MPU柴油发动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60年代 美国和德国人走到了一起 要联合开发下一代的主战坦克 对抗苏联人的威胁 该坦克计划就叫做NBT 其实很可惜60年代末 因为开发费用过高 和两国对坦克需求不同 导致德国退出了这个项目 从此在NBT70的技术框架下 德国和美国各自开发了自己的主战坦克 德国诞生的就是鲍尔主战坦克 美国研发的就是M1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正是因为这两款坦克师出同门 就给对比坦克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 因为这两款坦克的一些配置是一样的 比如他们的火炮和火控系统 火炮都是采用德国来因金属研制的120毫米的滑糖炮 只不过美国一直是使用长度较短的44倍径的滑糖炮 德国人在鲍尔A6一级之后的型号 更新了身管更长的55倍径滑糖炮 长度多了整整1.5米 所谓的背径就是指的火炮长度和火炮直径之比 背径越大 火炮越长 就意味着炮弹在炮管里面加速的时间越长 炮弹的出速度越快 鲍尔A7使用55倍径滑糖炮时 它的DM63穿甲弹的速度能达到5倍音速风驰电撤斑 就能贯穿敌方的装甲一击致命 在使用相同火炮的情况下 德国的鲍尔和美国的M1埃布拉姆斯使用的火控系统也是一样的 都是由美国休斯公司开发的 火控系统是最容易忽视 但是对坦克却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什么是火控系统 就是怎样控制坦克的火炮 使得它能够命中敌方目标 在美国M1埃布拉姆斯坦克研发过程中 美国军方曾经要求火控系统的成本 占坦克总成本不超过23% 最后休斯公司开发的这款火控系统成本只有20% 从中就可以看出来 一款坦克其中1分到1分的成本 竟然用在了火控系统上 可见该系统是多么关键 好在德国的鲍尔坦克和美国的M1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使用的火控系统是一样的 都是列尖系统 从火力方面来看 这两款坦克使用的火控系统一样 使用的火炮也一样 只不过最新型的鲍尔 使用的是更长的深管 在发射相同炮弹时 理论上火力比美国的埃布拉姆斯更强 所以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 火力上来说 两者坦克属于同一层次 但是鲍尔坦克烧胜一筹